好,我們再複習一下夏季星空 對不起,上次我和那個班長在嘗試 要把這個白點擦掉 結果發覺它的粉好像是在那個鏡頭的裡面 那個玻璃的裡面,根本擦不到 我們那時候要擦 所以它這個點沒辦法 因為可能被從旁邊的那個溪露進去 然後就附著在那上面 好,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夏季星空 當然夏季星空一般來講 我們會從夏季大三角開始 好,那夏季大三角呢 就是在夏天的夏季大三角 是屬於直角三角星的 好,直角三角星 所以眯起眼睛來看到最亮的三顆星 好,那南邊不看的話 北邊,夏季大三角 欸,我剛才有跟吳先生講說 我昨天才從武林富裕度假生活來 我去講了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三個晚上 然後到了禮拜六晚上天氣才好起來 最近不是說颱風來嗎? 但是其實颱風越靠近的前面幾天 會有一兩天天氣會不錯 因為把所有的雨雲都捲過去了 捲到那個颱風那附近去 所以禮拜六晚上我們反而心況看得很好 而且很好玩 真的,你如果仔細看 其實說實在這三個點更歪 更歪,這三個點其實在這裡 OK,我們那時候在武林富裕講這些東西 所以來看一下 今天三顆星星形成直角三鳥的系統 比較接近直角的這一顆 就叫做織女星 織女星當然有幾個特徵 之前講過媽媽抱著兩個小孩在胸前 OK,然後呢 它有一個特徵 它所在的那個星座叫天晴座 天晴座呢,媽媽這一顆叫織女一星 然後它的兩個小孩分別叫織女二、織女三 織女二的這個比較另外一邊的 織女二、織女三 織女三又跟另外三顆星 中國星名叫劍檯 劍劍的劍,然後台灣的檯比較繁體字 每個比較字比畫比較多的那個檯 劍檯一、劍檯二、劍檯三 劍檯是以前早期 觀測星象 在哪個地方觀測星象 有點像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天文台的意思 劍檯一、二、三 所以總共大概六顆星 一個小的正三角星 一個平行四邊星 所組成的一個星座叫做天晴座 天上的晴 那一顆亮星叫織女 那另外呢 另外兩顆亮星當中 所畫的直角三角星 比較尖的那一個銳角 那這一顆亮星就是牛郎 那真正的中國星名叫做核骨二 核骨一是在最遠的這一顆 就距離這邊 大三角裡面最遠的 核骨一、核骨二、核骨三 OK 那它所在的星座叫做天晴座 天上的老鷹 所以呢今天它旁邊也有幾顆暗的星星 連線就變成那個老鷹的翅膀 然後往上面一點的 這個地方也有幾個暗星 往下也有幾個暗星 連線了之後就是老鷹的頭 跟老鷹的身體的地方 好 天晴座 那上次也有跟各位講過說 我們一個辨識的特徵 牛郎前後各一顆星 很像是牛郎的扁蛋 前後的籃子裡面 各做到一個小孩子 那今天如果小孩要找媽媽 怎麼找呢 你只要把這個扁蛋 這三顆星幾乎是直的 連線過來就會找到媽媽了 好 那我們說媽媽沒閒的 抱著兩個小孩子在學前 所以以這樣子我們就很好區分 哪一顆是牛郎 哪一顆是直女 OK 那另外呢 尖尖的就是對角當中 比較頓一點的那一顆星 中國星名叫天晶寺 天晶寺 所以這個金 所以上次還有一個跟各位 欸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提到 金這個字 在中國的新名來講 它其實代表的是渡口 渡口或者港口的意思 港口的意思 所以事實上我們也可以這樣子 也慢慢的這邊都可以拼湊起來 有牛郎有織女 就代表著中間是有銀河流過的 那銀河怎麼流 從天鵝的屁股一直往天鵝的頭部 頸部一直劃下來 然後劃過人馬座的前半部 一直下來 好 就是銀河 那現在我說那為什麼它叫渡口 也是一樣啊 它就是在銀河的 就河上面嘛 河上面的船夫 它有船夫的 那要渡誰呢 當然有幾種說法 有人就說今天因為牛郎之女被銀河隔著 所以今天在七夕相會的時候 總是要有人有船來接他們嘛 所以今天這個渡口就是有船 到時候要行洗過來 要去讓他們相會 接他們兩個相會 但是另外一種說法是 銀河其實也是天上的明河 就是冥界的河 所以呢 那冥界上會有一個船夫 就在這邊等 等著那個什麼 那個誤會野鬼 他把它渡到那個民間去 所以這邊這個 所以採決稱這個地方叫做 有一個老人要渡那個 那個冤魂還是什麼到地府去的 這是有兩種說法 好啊 天鵝座的屁股那顆星叫天金寺 我剛才講天金寺這個金 然後呢天金寺在屁股 好然後另外呢 前面這幾顆星就是天鵝的翅膀 然後呢屁股連過來 然後他的脖子 好脖子很長 延伸到頭部這顆星 然後頭部這顆星 我就建議各位真的 暑假期間我們沒有課了 等於有機會禮拜六晚上也可以到天文館 天文館去禮拜六晚上天氣好的話 就直接殺過去看 七點到九點到他底的望遠鏡可以看 啊不用錢 看那種不用錢的 好五點 那九點七點到九點 一般來講他會預設會看兩個星體 看兩個星體 那在夏天的晚上就常常會對這一顆 這一顆中國星名叫做年到爭氣 年到 等一下我再講年到在哪裡 然後為什麼叫爭氣 咦上次有提到嗎 有提到 其實我這邊稍微講一下 這邊叫你免道 這一道 這邊叫免道 免道是這幾顆星 然後才發覺說這顆星之前沒有把它編入 所以就是免道的這幾顆星裡面 真一真二真那大 這邊這一顆是真七 那真七的這一顆星 眼睛看它其實這一顆星不是很亮 但是呢如果你用望遠鏡去看它 好 或者是當然你可以用那個Stelerium 模擬星空 你知道它放大放大放大放到最後 你也可以看到它是兩顆星 一顆是藍色 一顆是橙黃色的 很漂亮 好 那但是我也要講喔 我們在 我們把它放大隻 就是我們透過望遠鏡看的時候 它類似是這樣子 欸正好這邊有藍色跟黃色 還有橙色 好 我們看到這兩顆星 類似是這樣子 欸感覺有個距離 欸甚至下次大家可以試試看 有人有那個雙筒望遠鏡 我們大概那個放大八倍的望遠鏡 隱約啦 隱約可以看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去買自己買的望遠鏡 最起碼我曾經有那種八公分口徑 八公分口徑不會很大 欸大概再大一點 這樣子 八公分口徑就可以看到兩顆了 那很多人常常會問我說 也會問我說怎麼去採買望遠鏡 如果你經費的 經費的考量 那假設最多只能買到 通常口徑越大 它的會越貴 因為口徑越大 才能夠讓鏡光量比較多 那個星星看起來都比較銳利 比較清楚 因為再加上做那個玻璃 你口徑越大 玻璃就要越大 OK 所以呢 今天如果 欸成本的考量 你最多只能買到八公分 我跟各位講 八公分你看你到了這麼七 就可以看到是兩顆分開來 所以我就建議是說 如果真的各位有想要買望遠鏡 然後又只能買到八公分 大小不能再大了 各位就是選在天氣好的時候 而且在夏天天氣好的晚上 你到那個光學望遠鏡好 然後你就把它說我要借看一下 把它搬出來 對著 如果您很奇怪會去對星星的話 去對這個黏到整齊這一顆星 看這兩顆是分離的兩顆 還是黏在一起的 如果你還看它八公分口徑 還看它黏在一起的 很抱歉 那個八公分口徑望遠鏡就不好 它的解析力 欸望遠鏡有幾個東西 以後下次我們也會講到 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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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望遠鏡的一些基礎的東西 會講 一個是極光力 望遠鏡很重要的兩顆東西 一個叫極光力 一個叫解析力 極光力就是那個面積 面積 口徑的面積越大越好 那解析力呢 反而是 那個什麼 你的 應該是說你的 半鏡越大越好 欸你會覺得這不是一樣的事情嗎 半鏡越大 口徑不就越大嗎 欸不是喔 現在有很多人喔 會採用的是 我兩座望遠鏡 同時去對一顆 星星 去看 看完了之後 再靠電腦去把它 合成解析出來 你這個 你雖然這兩個望遠鏡 你可以不要 口徑不要太大 但是你把它放遠一點 你的解析力就會好 解析力 解析力是 你今天整個 你整個可以觀看的範圍當中 直徑距離越遠越好 OK 解析力就會那個 你要分別它是兩顆星星 是最遠最遠最好 那極光力就是說 所謂的極光力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越暗越暗的星星 那你的面積 開口的面積 就是你的那個 整個玻璃可以極光的面積 越大越好 這是極光力 下次有機會我會跟各位算 就是交到望遠鏡的時候 會跟各位算 大概幾公分口徑的 你可以看到多暗的片子 這是我們叫做極限星等 以後到有機會再跟各位講 那比如說這個望遠鏡的極限星等 是看到極星等 這個根 那就要去算面積 要去算面積 就是那個望遠鏡口徑的面積 這有機會再跟各位講 所以喔 像吳先生您的望遠鏡是幾公分口徑的 9公分嘛 那下次你可以試試看 就在這一段時間 有機會 因為您不是常常也對著天地在看嗎 對不對 您有看過哪些天地 看 搞不懂哪個是哪個啊 所以你還沒有對過木星 或者對過土星看過 對啊 不太好對 喔 是 所以 還不喜歡 月亮可以對 太陽可以對 星星很過 喔 搞不懂 所以你有對過太陽 有看過那個太陽黑子嗎 它表面的黑子嗎 沒有碰到 但是您不能直接用眼睛看喔 到時候是要 有那個 喔 太陽照 喔 你有太陽濾鏡 喔 可是你那時候都是先把太陽濾鏡照著 再開始對嗎 有時候這樣不好對喔 照著 照著 但是我接相機一樣 喔 看螢幕 喔 或者當然你也可以是說先不照著 然後你慢慢調 慢慢調 然後你要靠那個它反射出來的 你拿一張紙 或者拿一張白的 或者是你靠你身體 靠你身體去投影 看可不可以有一個亮光出來 這樣子 這樣子調 它調到一個亮 突然比較亮的地方 欸就是代表對到太陽了 欸 不然如果你沒有對到太陽的話 它那個圓形 假設比如說 它投在你身上 本來應該是正圓形的 有時候你今天 如果沒有對到正 正的話 它就可能會是這樣子 這邊是亮的 這邊是暗的 就是這樣子 欸有機會 都可以試試看 喔 我覺得不錯啊 你還有開始玩這個 下次就是有機會 不過調那個眼道正氣 會比較難對 像現在 像現在那個木星已經慢慢在西邊了 你可以去對木星來看 但是 但是金星很亮 可是你看金星會很模糊 金星因為那個它比較小顆 而且它 金星齁 因為再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太陽在這裡 我們地球在這裡 我們今天看金星 幾乎看不到它整個面 假設它今天在這裡的時候 因為太陽光照嘛 太陽光照只會照到這裡 所以就變成一個突躍的形式 那今天如果在這裡 我們看 呃這裡是突躍嗎 不是 對不起 太陽光是這樣子照 照到這裡 我們看 我們這樣看過去 我們看到這邊 只會看到一個霉月的形式 這裡看是霉月 這裡看 因為太陽光照這裡 我們眼睛看過來 就感覺它是一個突躍 比較突躍的形式 這樣子突躍 我們就不能叫突躍 突金 這是霉金 霉月嘛 好 那我們這叫霉金 好 這個叫做 這個叫突金 好 這樣子 但是你今天想要看到它滿約 像 滿金 那就要到這裡來了 這裡來 可是太陽太亮了 我們根本看不到它 可是如果在這裡 亮面在這邊 這邊我們看到是暗面 黑金 對 黑金 對 所以事實上 我們摳摳光遠鏡看金星 雖然它很亮 可是你用光遠鏡看金星 第一個你會看到的感覺 比較有點模糊 我已經試過好幾次 看起來都很模糊 然後看起來 它的表面幾乎看不清楚 因為它的反照率 就是它的反射率太大 很亮 我們看不太清楚它的表面 但是你隱約可以看出霉月 或什麼 霉金或突金那種感覺 但是你看不到滿金 黑金我們當然看不到 OK 所以事實上 如果你來看那個木星 木星距離我們是比金星遠多了 可是木星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個表面 因為它的直徑至少比 它的表面積 它的直徑至少比金星大了十倍以上 就是直徑大了十倍以上 因為我們地球跟金星差不多大 我們地球比金星大一點點 但是我們的地球是木星直徑的十分之一 OK 好 好 請問一下 真的有天 真的有那個賣望金來源 讓你搬出去看嗎 可以可以 基本上 台北市 台北市那個 可能崩壞有點嚴重 你說想要看到 看到年到正期的話 應該機會很小 呃 還可以 但是我說齁 那如果說你看到 有時候又碰不到夏天的時候 其他季節 我就說像有些人對 通常就像你來看木星 你就對木星 或者是現在在天頂上的土星 你起碼土星要看得到土星環 那木星要看到它表面的環帶 或者是四大衛星 你可以對這個來看 因為齁 我只要這樣講 木星或土星 我們先指木星來講 木星大概有半年可以看得到 那土星也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是可以看得到的 OK 但是他們交錯的時間不一樣 因為要看它的位置 那起碼今天我們就 有半年時間可以看得到土星 或者是看得到木星 那有半年時間看不到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 你錯過了夏天的年到正期 但是它也不亮 它也不是很亮 其實在都市 不是在都市 像都市有可能真的會不容易對得到 那個什麼 像我說我前天 我前天晚上 禮拜六晚上我還在龍泥富裕獨家村 心況算還不錯 但是那個月亮很亮 就是那時候月亮是 今天是農曆幾號 可能18、19吧 那前兩天才剛過滿月沒幾天 月亮還滿亮的 但是那個年到正期 就已經快看不到了 就看不到了 真的所以有可能在都市 你很難對得到年到正期 但是我就說 你就嘗試對那個 木星或土星 這幾種方式 我想說他們對那個 聽聞的了解多很多 如果我想 我本來在想說 不太可能說我今天可以 會搬出去對聞 那我至少可以問他說 這一個望遠鏡能不能把年到正期 分出來 他們知道嗎 他們應該會知道 應該會知道 除非是剛進去那個光學望遠鏡的 他可能會不知道 因為齁 有很多真的 他會進光學望遠鏡的那個公司 那家公司來做的話 基本上他應該是喜歡天文的 不然他其實今天那個望遠鏡 他會很難賣 我覺得他會很難賣 因為他有很多 很多 你要跟他這樣講 很多天文的愛好者 才會去買天文望遠鏡 對不對 那他今天可能都有多多少少 一些底子 今天很容易 如果他今天不是這個專長的 他很容易被問到 那年到正期是 有幾顆比較代表的行星 是很多人 有了望遠鏡之後 很喜歡看的 甚至你不要講別的 那個M幾 M幾 梅西爾行表 像我們之前講過冬天的 有幾個比較代表的 什麼M42 是那個什麼獵戶座 獵戶座 那個火鳥行雲 有沒有 然後另外呢 M40那個什麼 比如說M45 M45是那個什麼 肩膀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金牛的背部那一顆 卯秀星團 這個是幾乎是 這幾個比較著名的 幾乎是算是 common sense 所以今天如果這幾個素語 光學望遠鏡那些人不知道 就是慘 那真的會 他可能那個人 他的業績會很差 會漫不出去 因為今天 就是類似 如果有些 稍微有底子 問問你想想看 他對某些東西都不太了解 我怎麼能夠相信 他對這個望遠鏡之外 因為代表他不常操作 望遠鏡去看的東西啊 當然所以 你可以不要自己對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去買 光學望遠鏡 不要自己對 你就直接跟他講說 可不可以 對 你可不可以幫我 因為我想 我要買這 我以為我對這台望遠鏡 很有興趣 可是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你幫我對一下 那個年道蒸汽在哪裡 可以讓我透過那個看一下 我看他那個什麼 這個解像力好不好 那如果好 也許我就買這個 我覺得那個天望遠鏡 還是笨重 我會想說 比較方便還是拿著雙筒 可是雙筒 雙筒是很方便 沒錯 可是你想想看 你要交給第二個人看的時候 第二個人他可能對於 拿雙筒望遠鏡對的技術 就不是那麼再好 你本來看得很好 另外交給另外 他對他可能對我 因為雙筒望遠鏡 對星星也有一個 也要很有技術 你要是眼睛一直望著這 然後拿起來直接 要這樣子 很多人很難做得到 嘿 而且這樣手 拿久了一直對不到 手就開始抖了 嘿嘿嘿 而且 所以雙筒望遠鏡 不適合很多人的流感 阿 您說喔 那個 天文望遠鏡會很笨重 但是事實上喔 有些天文望遠鏡 輕到你可以包成一個背包 背在背後帶著走 然後只要不要赤道儀 赤道儀是很專業的人用 可是赤道儀很重 因為你赤道儀另外還要配備有幾個重錘 這個是 這個講來 因為他為了最重用 有時候他那個左右要平和 所以他必須赤道儀要很穩 然後要慢慢轉 然後旁邊還要有個那個重錘去配合另外 望遠鏡整個搭配的重量 那個弄起來真的很重 所以如果說輕便呢 我說一般的 有點像我們那個相機的腳架一樣 架好了之後 那上面的望遠鏡就只是 類似水平轉 垂直 那個仰腳轉 這種 這個就是類似一般的筋圍 就說只要 像我 你看我剛才那個相機 我只要水平轉 然後再稍微仰腳這樣抬 就很好啦 那這個就很輕便 那這種叫做經緯儀的望遠鏡 其實 可能比較重的就是那個鏡頭而已 那鏡頭其實 說實在 那個什麼 就算 那個像您九公分多 那個很輕啊 您有拿過吧 你今天帶來喔 沒有啊 我是沒有啊 我 我想 老實講我以為 這麼輕便 那麼小 老師 那雙筒的話 你沒有說什麼 可以看到什麼的標準 雙筒的 起碼看到土心環 雙筒可以看到土心環喔 雙筒可以看到土心環喔 你看土心環 還隱約可以看到土心環 7乘50應該沒有 可以 可以 那個 7乘50 還蠻好的 對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雙筒萬元鏡的編號 就是7乘50 或者呢 也有可能8乘40 或者是當然也有可能8乘50 類似這樣子 那各位知道它代表數字的意義嗎 7 這種8 寫在前面這個代表放大倍率 因為它沒有 我們的 因為望遠鏡可以換倍率 是因為我們的那個目鏡 可以拿起來 換另外一個目鏡接上去 它的倍率就換 可是雙重望遠鏡 你沒辦法說 猜哪 等一下 沒有啊 它的倍率是固定的 所以你今天寫7乘50 8乘50 8乘50 8乘40 這樣子 前面就是它的放大倍率 那後面是什麼 配後面就是它的口徑 它的口徑是以光呂1 所以你看7乘50 以5乘50就是直徑公分 那如果以這邊這幾款 你覺得哪一款最差 對沒錯 8乘40最差 一位 口徑小 口徑小 你雖然放大倍率很大 可是你口徑太小 你要想到 你要其實說實在放大 放大你可以放到很大很大 都無所謂 就是我們在天文 我們看天文望遠鏡也是一樣 你的口徑很小 沒錯 你想辦法把那個目鏡換到 換到能夠讓那個放大倍率 放得很大了也可以 但是呢 你一旦放大了之後 你整個那個天體看起來就很暗 非常暗 暗到有可能你看不到 看不太清楚那表面的特徵 所以今天那個買望遠鏡 一定要買那個口徑越大越好 OK 所以即使說實在 如果你8乘40跟7乘50比 7乘50比它好很多 口徑大 雖然放大倍率不大 但是你起碼你那個物體看得清楚 OK 只是看起來比較小一點 但是 簡單連續這個話題 就是說有一種反射式 口徑很大 裡面很短 對對對 那這樣的話 這種不是最好的嗎 不是 應該是說 那個反射視望遠鏡成本比較低 我們一般業餘的人 然後那個費用不是沒有很高的人 我們買反射視望遠鏡 其實是最好的那個 然後第一個 鏡筒又短 你看如果說那個 折射視望遠鏡很長欸 很長你很難攜帶啊 你就是 你一定要有這麼長的盒子去裝 然後再來這樣 長的望遠鏡有個壞處 你今天要看天頂上的那個 你轉上來之後 人力就真的要 要很 很 九彎十八彎的那樣 這樣就看得很辛苦欸 但是你用那個 反射視望遠鏡筒 它大多數在旁邊 在側面 你就很好看 但是那個 反射視望遠鏡 它有個鏡筒也是在這裡 當然它也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今天對要天頂的時候 我人還是要這樣子看 如果是這種望遠鏡的話 會有這樣的發展 但是 大部分你 所以我就說 反射視望遠鏡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一個鏡筒 它一個鏡筒 假設一個鏡筒 這樣子對不對 它問題 它的那個反射的鏡面在這裡 然後呢 鏡面是一個 拋物面鏡 當然也有的是球面鏡 那大多數是拋物面鏡 它今天那個面鏡 叫做 面鏡 面鏡就是薄薄的 薄薄的一片 就像我們的鏡子 它也是薄薄的一片 我們就叫面鏡 那如果今天是那種 折射視望遠鏡 這樣子 隨便簡單的畫 類似這樣子 這邊的是 我們從側面看 它是這樣子 OK 側面看 那正面看 從上往下看 當然是圓的 但是就這個地方比較突兀 它就變成是這樣子的 那你這個地方 很厚 非常厚 你不要講別的 像我們這個玻璃 我們把那個窗戶的玻璃拆下來 一個玻璃就多重 如果今天的玻璃中間 你再加那個厚度 因為這個叫透鏡 這個叫透鏡 透鏡就是光 就是整個材質都是要玻璃 光能夠從這一面 透到另外一面去 這叫透鏡 可是這種凸透鏡 中間是很厚的 兩邊是比較薄 但是中間很厚 哇 那個這個重量很重 所以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那個什麼 那個折射式望遠鏡 這種折射式望遠鏡 這個透鏡 它是用透鏡 口徑最大的是多少 口徑最大只有一公尺 只有一公尺 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最大的只有一公尺 為什麼 為什麼只要怎麼做 你今天靠機械在動 無所謂啊 又不是人 不一定要人在動 幹嘛一定限於一公尺 還有問題是 你這邊是凸的 這邊中間比較厚比較重啊 你今天如果拿上來 地心引力會把這一塊 這麼重的東西 這中間會開始 因為你撐了之後 你只能靠那個周圍的框 去撐住這個鏡面 那你中間很多都是懸空的有沒有 它這個鏡面會變形 因為重量的關係 稍微壓下來 這整個鏡面會變形 變形你到時候 看星星就不行了 了解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個什麼 天文的望遠鏡 折射這種凸透鏡 最多只能一公尺 現在全世界的那個大型的天文台 都是用反射鏡面 反射的 而且現在最大 全世界最大 十公尺 現在全世界最大 直徑十公尺 但是我要講喔 直徑十公尺也不是一個鏡面 也不是一個鏡面 是它是切割成蜂窩狀 這樣子 聽起來的 然後每一個鏡面 大概直徑一公尺 然後每一個鏡面 底下都有一個機械手臂去控制 控制它 比如說我現在轉向這邊 那所有的機械手臂 每一個機械手臂 控制一個那個鏡面 它就慢慢的去 去轉它 怎麼去拼成 轉到那個角度 再拼成一個 泡沫面鏡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等於說不小心打破一塊 只要那塊去換就好了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一面 只靠一面做出來的 是日本人做的 八公尺 直徑八公尺 這 我講的這幾座 全部都在夏威夷的那個 馬那基亞的山上 跟馬那基亞火山 馬那基峰火山上面 有興趣喔 我下次看看 曾經天文館在2010年的時候 天文館有組一團 去那個什麼 夏威夷的那一山上去參訪 對對對 然後因為它有點 天文館有點半官方的性質 所以它可以用那個 類似好像 那個什麼 那種國家級的參觀 然後去跟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那種 就是那種科學 大型科學的那個 天文台去接槍 還不錯 如果下次天文館有這個機會 我再跟各位 跟各位公佈 然後各位看有沒有興趣去參加 因為喔 他說它那次的行程很好玩 因為我本來也很想去 可是我總想說 家裡還有太太小孩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跑去那邊玩 然後玩一趟可能就 就去美國一趟 然後這樣玩幾天 恐怕就要 至少那個 七八萬到十萬跑不掉 我總不好意思丟 丟著太太小孩子 然後跑去看天文台 對 所以那叫什麼 那個 因為據說他們 他們那個行程當中 有一次喔 是到 他們會到那個天文台的 科學家常常會 所以只有科學家才能夠進去吃飯的 那個配家餐廳吃飯 那麼好玩 然後大家也是覺得 有機會進去還不錯 好 對不起回來齁 文餐回來這個地方 所以那個 剛剛講到的是大三角的影片齁 然後中間的這一個 那個 天鵝座的頭部 鐮刀蒸氣 真的各位有興趣去 透過天文台 天文館的望遠進去看 好 那其他的天文 其他的星座 我們就稍微先把它叫出來 再用 再用那個 方式再跟各位講齁 所以我要講說齁 除了大三角之外 其他的星座 你也可以靠大三角 等那三顆星 兩兩連線去找另外 那這邊 首先呢 天鵝座的屁股 天晶寺 跟這個 天晴座的那顆亮星 之女一 然後再往下看 也可以看到一顆亮星 就是天蠍座的心臟 所以呢 依這三顆星 它不在一直線上 但是你可以用弧線把它畫起來 弧線畫起來之後 它就會經過了 希臘神畫裡面的大力士 凱克力士 那它在天上的星座叫做弧仙座 然後又再經過了蛇夫座 蛇夫座其實跟另外一個星座 並在一起的 那個叫巨蛇座 蛇的頭在一邊 尾巴在另外一邊 好 然後再經過天蠍座的星章 所以就知道 至少知道這幾個星座了 那但是各位就稍微去了解它的那個景 就像比如說五仙座是顛倒的 頭在這裡 肩膀 腰 裙擺 然後呢前腿公 後腿跪 然後一手舉起來是要拿這個 春夏之膠 這邊有一個星座叫做北緬座 北邊的皇冠 跟春天有一個叫木夫座 兩個要搶這個皇冠 但是呢另外一邊也沒閒陣 上次有跟各位講 他拿了一束花 你看 正在跪著跟子女求婚 這樣子就很好記 但是他跌倒過來 然後呢蛇夫座 我說蛇夫座 他其實蛇夫座的圖形就是 今天有一隻蛇在他的腰間 蛇的頭在這 蛇的尾巴在這 那這個蛇夫座 他是這樣子抓著 他就這樣抓著蛇 所以今天各位就可以想像 所以這邊就是 頭 肩膀 然後現在兩隻手臂 那當然他的身體 到底說應該就是 比較 中間 腰比較瘦的啊 這樣子啊那種 英雄的那種 就是肩膀寬 腰比較瘦的 然後另外腳就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岸心連過來 這邊有一個岸心連到這裡來 那今天 這一段都還是屬於蛇夫座的 只有前頭半部 蛇的頭 後的 蛇的尾 這兩段叫做巨蛇座 OK 好 那天蠍座呢 這邊是天蠍的頭 天蠍的身體 天蠍的尾巴 蛇 有一個次 好 這是天蠍座 然後呢 再來看另外兩個亮星 也就是 天鵝的屁股 天金四 以及老鷹的正中心的這個呢 叫河谷二 或者是牛郎星 然後也是用弧線畫過來 那就依序可以經過哪幾個星座 有一個星座很暗 你看我們幾乎看不到星星的 這邊 這邊有一個星座 叫做狐狸座 叫狐狸座 然後呢 所以通常狐狸座 我們只會用那個相對星座的關係 找出那個星座 然後接下來就是 愛神丘比特的劍 天賤座 你看這下面這兩個就像 像賤的羽毛 那上面前端這個指折就像是 劍的肩 叫天賤座 然後呢 天鷹座就是從心臟這邊往 兩旁的幾個暗星連線 就是它的翅膀 然後呢 上面就是老鷹的頭 底下是老鷹的身體跟尾巴 然後接下來經過了這邊 其實這中間這裡 也有一個星座 也看不清楚 上面的星星看不太清楚 叫盾牌 盾牌座 這邊有一個盾牌座 然後呢 再下來經過的是人馬座 人馬座呢 就是上半身是人 但是人看不清楚 下半身是馬 對不起 馬的星星也比較暗 然後呢 前面拿著弓跟劍 所以這是弓 這是劍 然後呢 這上面這個人 上半身 上半部是人 感覺有個披風的感覺 好 那下半身是馬 其實馬的腳 幾個暗的星星可以 下來這邊變成馬的腳 前腳看不到 那這邊重要的 我上次跟各位提過 中間的這幾顆 叫做南斗六星 有沒有 像斗勺一樣 1 2 3 4 5 6 南斗六星 好 然後呢 再畫過來有一個 也是一樣半圓形的感覺 這幾顆就是 感覺就是 在這個人馬的後腳跟前 前腳或者是弓 包起來的位置 好像是這個 人馬也算英雄星座 他竟然護著他自己的 那個 那個什麼 皇冠 所以叫南斗座 南斗座 好 那另外呢 再接下來剩下 織女跟流浪的連線 就會經過了摩羯座 這個摩羯座像開口笑摩羯座 好 OK 那另外呢 這個連線過來的上面 就是有幾個 三個小星座 這三個小星座 其實我們在沒有光害的晚上 是可以看得到這三個星座的 這三個 這上面的星星看得到 至少比這邊 這邊狐狸座很難看得到 但是天劍 接下來五顆星 像手槍一樣的 就叫做海浮座 然後另外呢 再過來一點 四顆星長得像小草 連線之後長得像小草一樣的 叫小馬座 OK 這整個就是屬於 夏季星空一樣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好 所以呢 上次 上次這三個都有仔細講過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 稍微講一點故事囉 好 那這裡上次講過了 屬人、扶茶、房、流浪 他講過了 然後 這次要換另外一部影片 好 我先講一下 上次我們有講說 我 在前面有幾個空影片 上次我們有稍微提到的是說 你看我們上次不是講說那個 東方蒼龍有七個秀 從 侍女座開始是 腳跟抗 腳跟抗是侍女座 然後再接下來是 接下來是那個什麼 天秤座 天秤座叫 D 好 腳 抗 這兩個在 這兩個在 在那個什麼 腳秀跟抗秀是在 東方蒼龍的前面兩個 是在侍女座 然後呢 D 這個是在天秤座 然後接下來 防 心 尾 這個就是 天秤座 好 防 防 防秀 這幾個就是防秀1 防秀2 防秀2 防秀4 這邊是防秀 然後再來這三顆心 就叫做心秀 這尾巴這邊 就叫做尾秀 好 然後呢 這邊是天蠍嘛 接下來最後一個叫做 姬秀 本姬的姬 本姬的姬就在這裡 就是 人馬的劍跟公的下半部 這總共四顆 這四顆 也讓人家會看起來很像本姬的感覺 本姬 所以叫姬秀 好 那這七顆就是屬於 東方蒼龍的秀 好 不是七顆心喔 是好幾顆心組起來都叫東方 然後接下來就是北方玄武 北方玄武就是從這裡 這六顆心開始 這六顆心叫做斗秀 剛才這邊叫東方 東方蒼龍 然後接下來是叫做北方玄武 斗 接下來是牛 牛秀就是這裡 摩羯座前面這三顆心 叫我們牛秀 那後面的我們還沒介紹到 它叫做斗牛女虛 為氏璧 你會再慢慢介紹 因為這邊比較當然已經慢慢接近了那個 這幾顆算是村 這兩三顆 這兩三顆 都算是村 下丘之交的星座 像我們比較熟熟的虛 虛就是水瓶座 也就是寶瓶座 虛這邊就是寶瓶座 女我印象當中還是算在寶瓶座裡頭的樣子 那圍其實就不是 圍其實是已經那個什麼 那叫做飛馬座 已經在飛馬座的頭了 這三顆是在飛馬座 這有交到邱基隆再來跟各位講 好 我剛才講說斗跟牛 斗就是這六顆 牛這三顆 那這中間其實星星很少 不是很多 但是中國人特愛看這兩個區域 古代喜歡看這兩個區域 那個叫做斗 斗牛之間 斗牛之間 那待會我們才會講故事 等一下中間休息完 我們再來講這一則的故事 但是呢 現在我們先來講一個故事 我們先來講蛇夫座 蛇夫座的故事 蛇夫座但是現在蛇夫座之前 來先看一下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剛才那張圖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蛇夫座 先講一下 本來以前是黃道十二宮 但是其實黃道十三宮已經很久的事情了 不是最近這幾年才發生的 在我們出生前 至少一千年前 就已經是黃道十三宮了 其實這樣子我們這樣 這裡黃道十二宮會經過天蝎 人馬 摩羯 下來就是 寶貧 再來 雙魚 一直過去就是黃道十二宮 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地球上 看天上 看天上的太陽 在這些星星的 因為這星星距離我們都非常遙遠 我們在地球上的人看太陽 太陽在天上走的那個軌跡 比如說太陽會經過這 經過這 經過這 欸 經過的總共有十二個星座 我們就稱叫黃道十二宮 可是呢 很抱歉 在一千多年前 其實那個太陽的走的路線一直在變 慢慢的變 慢慢的變 已經這樣子喔 現在已經是這樣 太陽大概是這樣子走 已經是這樣子喔 從這邊走 欸 這個蛇腹的腳已經踏進那個 太陽會走的黃道的這裡頭了 欸 我再問各位 各位還記不記得 導致於我們在看太陽 原本是 太陽是走路徑在這裡 那怎麼會一直 因為我們看太陽的路徑 已經走到這個地 走經過了這個蛇腹座的腳 主要的原因還記得嗎 睡差 欸 很好 睡差 睡差是什麼 其實是地球的自轉軸 好 就是這樣 反正地球的自轉軸 在朝那裡這樣子轉 可是現在慢慢的變 變成這樣子 地球的自轉軸 朝這邊喔 這樣轉 那所以我們今天看的那個 太陽走過路線 就慢慢不一樣了 是因為我們自己 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基礎 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所以看到太陽走的路徑就不一樣 所以早在一千 一千公年前 太陽早就已經跨過了這個蛇腹座 所以呢 事實上照理說 我們現在應該講說是黃道十二公 而不是黃道十三公 而不是黃道十二公 可是我們說實在 你天文上還是會先講只有十二公而已 但是問題是來看一下這個時間 已經改了 時間已經改了 好 天蠍座反而只是少過一點點而已耶 天蠍座只少過一點點 只有七天吧 只有七天 只有七天 反而你看蛇腹座還比較久了 半個多月 它的七天而已 半個多月 這也是一個月多 那個時間如果真的照太陽行經的路線 那個時間就變很多了 是 我們的一般占星只是簡單的區分 三十天三十一天為一個星座 那是占星的做法 不是真正太陽行經的路線 行經的長久度 這個才是真正的時間 好 好 那問題是 上次我跟各位提過 我們班好像沒有 那個名是什麼星座 你說 獅子 我們那時候班上好像沒有 沒有那個嘛 沒有那個人馬座的嘛 好像大多數是人馬座的 後來會變成了蛇腹座 人馬座會變成蛇腹座 然後天蠍座已經變成極少數了 所以好像是 沒有 有些人馬座的也變到天蠍座了 就人馬座都變成天蠍座 OK 好 那很多人就說 我常常就會問他們說 你喜歡當人馬還是喜歡當蛇腹 結果呢 很多人就說 我覺得人馬好啊 聽起來比較好啊 那蛇腹看起來好像很詭異的感覺 但是呢 來先跟各位講 蛇腹在希臘神話的星座 先跟各位講這個故事 這個呢 這個 這個人 阿斯克拉皮亞 他是阿波羅的兒子 阿波羅兒子有很多故事 其中一個我們上次講過的 那個奧菲爾 天晴座那個故事 奧菲爾 不是很會彈琴的那個嗎 那現在 另外一個兒子 叫阿斯克拉皮亞 欸 其實我還有很多沒講到 天蠍座 天蠍座的那個故事 希臘神話 但是跟天蠍座沒有關係 天蠍座的那個希臘神話裡面的故事 也講到了阿波羅的兒子 其中另外一個 然後所發生的一件事情 然後 天蠍座並不是阿波羅兒子的 但是我說這個阿波羅兒子 阿斯克拉皮亞 他其實齁 在那個 就是在初期的時候 是跟那個人馬 跟那個人馬座 希臘神話人馬座 學醫術 人馬座的醫術很好 所以今天阿斯克拉皮亞去跟他學醫術 學一學之後呢 他的醫術就突飛猛進 他的醫術突飛猛進 甚至比那個人馬座還厲害 他已經可以把那個 他在希臘神話裡面說 他可以把死人都依成活人 就死人依成活人之後 你的地府當中 就比較沒有死人 就比較沒有那個死人的冤魂 那今天最不高興的是誰 冥王 我們叫冥王 冥王 黑帝斯 或者叫普通 黑帝斯是 是那個什麼 是希臘神話的名字 那普通 是 羅馬神話的名字 那個 冥王 黑帝斯就不高興 他覺得說 你今天都把死人依成活人 我的地府都沒有什麼人了 我怎麼當王 我當王 我當王 我當王有什麼意思 所以很生氣 一撞就告到他哥哥 天神宙斯那邊 他就告 他就去跟他哥哥告狀 說你這個人 都把死人依成活人 然後我今天我還當成王 就是一開始的 你一定要把他處死 結果後來天神做事不得已 就派雷神把他給打死 可是打死之後呢 又為了紀念他 覺得說 畢竟他的醫術這麼好 把他死人都依成活人 所以就把他拉到天上 變成一個星座叫蛇夫座 OK 可是呢 現在來了 有一則故事 也不是故事啦 這是歷史上發生的事情 十四世紀的時候 歐洲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黑死病 當時為什麼發生這些黑死病 據傳說是羅馬帝國 羅馬西征的時候 把那個鼠疫 鼠疫 帶到了歐洲去 結果鼠疫呢 傳到人身上之後 就變成那時候的不治之症 所以很多被傳染到的那個 傳染到這些鼠疫 然後傳染到人身上這種疾病之後 大家就開始死一片 死一片 那時候那個歷史上有記載 當時的歐洲黑死病 死了多少人呢 據說死了兩千六百萬人 比我們現在台灣的人口 兩千六百萬人 所以當時死了這麼多人之後 動搖到歐洲的權力中心 誰 羅馬教皇 羅馬教皇他的地位就岌岌可沒了 因為今天也是一樣啊 就跟剛才冥王的情況一樣啊 現在你這樣死了一片之後 我的歐洲哪還有什麼人民 我可以 人民大家都為了這個疾病呢 我也沒有什麼解救辦法 我怎麼有地位 大家還可以有好心情來崇拜人呢 這時候歐洲的權力中心 那個羅馬教皇 已經地位開始動搖了 結果後來有一天晚上 他身邊的一個重要的大臣 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夢見了 夢見了一大堆蛇 紛紛地往他這個方向走過來 然後呢 一群蛇往他這邊走過來之後 後面就看到一個人 一個老人 組著一個拐杖 然後走走走走走走走 也是往這個重要的大臣這邊走過來 走過來之後就跟這個大臣講說 我是蛇腹座 我現在要帶你去拆草藥 然後就帶著這個大臣 走走走走走到一個懸來邊 然後就拆這個草藥 然後他就跟說 你回去跟羅馬教皇講 派一隊人馬來到這個地方 採這個草藥回去 給歐洲這些有黑死病的這些人吃 那這些人的疾病會慢慢的變好 結果他醒來之後 當然這個重大大臣就去跟這個羅馬教皇講 然後羅馬教皇就真的派一隊 因為他已經沒有辦法了 他就只好相信他夢中了 派了一隊人馬 就真的往那個夢境當中 走到那個懸來邊 走到那個懸來邊 去採那個草藥 真的就嘗試讓 熬了一些藥給這些人吃 吃一吃之後 沒想到真的 這個疾病就慢慢的壓下來了 然後慢慢的這個黑死地 就不再蔓延 結果呢 我們現在會看到一個符號 各位有看過類似這一類的符號有沒有 軍醫是其中一個 各位都在哪裡看過 其實最多看到這一類的符號 幾乎都是在醫藥部門 有興趣喔 真的如果你今天沒有這個故事的話 你會覺得為什麼醫藥部門要 那個拐杖跟蛇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其實這些圖案就是從 當時歐洲發生了黑死病之後 那個大臣夢到了那個 那個蛇不作來拯救了大家之後 所以現在為什麼那個圖案 醫藥的圖案 絕大部分是至少是一個拐杖 至少是一隻蛇 那當然有的是兩隻蛇 纏繞在那個棍子上面 就是那個大臣他夢見的那個主著拐杖 拐杖啊 前面種了很多蛇 所以他就拿一到兩隻蛇 來做這個圖案 盤繞在這個拐杖上面 代表是蛇腹 紀念那一次歐洲黑死病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說 有很多喔 如果說沒有這些故事 你今天看到這個 真的你會覺得 為什麼醫藥跟蛇 難道是拿蛇膽出來醫治呢? 也不是啊 蛇的身上東西也不是萬能的 為什麼會是這個圖案 居然跟希臘什麼 所以 這時候如果常常這樣講完之後 很多人變成蛇腹座的人 人馬座 就會覺得 好像蛇腹還不錯 OK 我們先講到這裡 先休息一陣子 然後等一下再繼續往下 各位 謝謝